沙漠里的一瓶水 有一个人在沙漠行走了两天 途中遇到暴风沙 一阵狂沙吹过之后 他已认不得正确的方向 正当因缺水而撑不住时 突然他看见远处 有一栋废弃的小屋 他拖着疲惫的身子 走进了屋内 是一间不通风的小屋子 里面堆了一些枯朽的木材 他近乎绝望地走到屋角 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座抽水机 他兴奋地上前挤水 却任凭他怎么抽水 也抽不出半滴来 他颓然坐在地上 却看见抽水机旁 有一个用软木塞堵住瓶口的小瓶子 瓶上贴了一张泛黄的纸条 纸条上写着 你必须用水灌入抽水机才能饮水 不要忘了 在你离开前请再将水装满 他拔开瓶塞 发现瓶子里果然装满了水 此时他的内心开始交战着 如果自私点只要将瓶子里的水喝掉 他就不会渴死 就能活着走出这间屋子 如果照纸条做 把瓶子里唯一的水倒入抽水机内 万一抽水机已经坏了 水移去不回 他就会渴死在这个地方了 到底要不要冒险呢 最后 他决定把瓶子里的水 全部灌入 看起来破旧不堪的抽水机里 安静了一段时间 咕噜咕噜 哗啦哗啦 水真的大量涌了出来 他将水喝足后 把瓶子装满水 用软木塞封好 然后在原来那张纸条后面 再加上一句话 你们要先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用十足的凉气 连摇带岸 上肩下流地 倒在你们怀里 经学家文生曾指出 这里的怀表明 折起宽大的上衣 与腰带细在一起 而形成的口袋 这里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给人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总会多而又多地 还给我们 过于我们所给的 现在就去做一个给的人 认识施比寿更为有福吧 水深之处 分享让更多人 认识这位赐福的神 然后也认识更多的 您的注意性 还是再看